那个呀,把这些内侍是一通臭骂呀 您瞧了吗,说话不利索,他骂人一门灵 走进古迹讲故事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要聊啊,康熙朝九子夺狄当中最神秘的一位阿哥 黄三子印旨 为什么说这印旨是最为神秘的一位阿哥呢 因为从表面上看啊,三阿哥属于是人畜无害 在九子夺狄当中并没有掀起过过多的波澜 康熙三十七年的九月,太子第一次被废 这之前呢,给人的感觉呀,他是太子党 从四十七年到五十一年,太子二次被废 这期间呀,这三阿哥给人的感觉 好像是专注于编书做学问 已经对夺狄的事儿心灰意冷了 可是我们细读史料就会发现 印旨从康熙年一直到雍正年 有多次被消绝降绝的记录 并且最终的下场是死在了圈禁的幽所 那么这看起来就矛盾了 既然是老实八交的一位皇子 为什么命运会如此多喘呢 今儿啊,咱们就借着这段书 给他好好的捋一捋印旨 出生于康熙十六年的二月二十日 生母是荣妃马家氏 这荣妃啊,那是康熙朝四大妃之一 是这康熙皇帝比较宠爱的妃子 荣妃马家氏啊,这一辈子 可是没少给康熙皇帝生孩子 可是呢,到最后啊,只落下一儿一女 这女孩啊,就是顾伦荣宪公主 这男孩呢,就是这三阿个印旨 三公主啊,前面的两位公主都早亡了 所以这三公主自然就成为了长公主 这印旨呢,在成年皇子当中 虽然排序老三 但是在康熙五十一年以后 大阿个、二阿个都已经被圈禁了 所以排行再三的印旨 自然就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皇长子 对自己的皇子们啊 康熙皇帝属于是英才师教 法国耶稣会教士白晋 给这个法王路易十四写信的时候 就提到过这件事情 说这康熙皇帝亲自给印旨讲解几何学 并且这康熙皇帝看出印旨 在学术上啊,有个尊严的劲 这印旨呢,也不负众望 率着一般学者呀,编出了 《律力渊源》和《古今图书集成》 康熙皇帝还把一位汉族文人的领袖 陈梦雷安排到了印旨的身边 帮助印旨编转类书 那么这康熙皇帝有没有过想法 把大卫传给老三印旨呢? 哎,我跟您肯定的说吧 这皇帝呀,压根就没有过 因为这老三啊,有一个致命的先天缺陷 不能坐在庙堂之上成为一国之君 这三爷呀,是个严重的结余者 说起话来呀,是慢磕巴 至于这阶巴和这个磕巴有多大的区别 我在这儿不能给您学 因为咱们得尊重那些语言有障碍的朋友 您自己呀,体会就得了 这三二个的结语啊,还挺严重 有人说你有证据吗? 有啊,雍正皇帝就曾经说过他这位三哥 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折惊不提哭 这意思就是说呀,这三个印旨 六岁头上啊,还不会说话呢 每每的见到自己的父皇啊 只能张着大嘴啊啊的哭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到了雍正年间 这雍正皇帝呀,和他三哥商量事 这印旨啊,结结巴巴的 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 急得这皇上啊,直接给他传了一道旨 跟他说呀,王口顿着善文俱奏 那意思就是说呀,行了 你别跟我这聊了 干脆呀,你回家 你写份奏折给我得了 这样啊,我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这老皇帝康熙 虽然很看重这位三儿子 让他主持帝国的文化工程 以及像祭孔这样的文化活动 不过据我看来呀 也是因材施教,量材用人 并不可能把皇位传给他 那有人说这就对了 这皇帝呀,不想把这皇位传给他 这三哥也没有夺敌之心呢 谁说的啊 康熙五十一年以后 太子被废,大阿哥被圈禁 这三个印旨啊 实际上就成为了这帝国的皇长子 他平时虽然没有这份力量去夺敌 但是现在呀,这机会来了 他心里能不活动活动吗 康熙五十七年的时候 康熙皇帝得了一场重病 这有投机之心的大臣呢 又建议这皇帝早点立太子 这皇上早就想过了 关于太子的事啊,不能再明告天下了 要用这遗诏的方式来宣布 但是这皇上啊,看看这朝中重臣迫切的心情 又不好啊,过分的打击他们 于是就跟他们说呀 你们看啊,这太子的遗仗啊 都是原来所额图定的 这所额图呢,和太子是一党 所以啊,这遗仗的标准定得过高 你们既然想要让我立太子嘛 那你们就商议一下 这太子的遗仗应该是什么样啊 大伙一看呢,这太子的遗仗确实规格过高 都快赶上皇上了 于是呢,就商议决定啊 要削减 正当这内侍们收拾太子遗仗的时候 哎,叫三爷发现了 这三个呀,把这些内侍是一通臭骂呀 您瞧了吗,说话不利索,他骂人一门灵 他就质问这些内侍官 谁让你们缩减太子遗仗的 哎,这就有点司马昭之心了 您要是不想当太子 这遗仗缩减与否,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这三个腹黑之心呢 在这之前就体现出来了 在康熙47年,太子第一次被废的时候 就是皇村子印旨,举报了皇长子印旨 利用蒙古大喇嘛巴汉格龙施法掩阵太子 这康熙皇帝就以此为据 复利的太子印人处置了大阿哥印旨 这个时候谁都能感觉得出来 这印旨啊,是太子一党 可这老皇上啊,站出来给三阿哥辩解了 说这三阿哥素来和太子交好 但是却不是一党 平时呢,还总能规劝太子 让他循规蹈矩 这一点啊,就不得不让我起疑了 其实啊,这老皇帝废了太子印人以后 就已然后悔了 这时候呢,正缺有人给个台阶 好复利皇太子 就在想瞌睡的时候 哎,这三儿子送枕头来了 这老皇帝啊,就借着这个事 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这些要是巧合 咱们刚才说的这些个话呀 就算白说 可是,它能是巧合吗 据我看呢,完全是 印旨算透了爸爸的心思 才投起所好,举报了大阿哥印旨 他要是真向着太子啊 就应该发现大阿哥这些行径之后 就立刻举报或出面制止 他这个时候把这个炸弹抛出来 那不得不让人觉得呀 他比较腹黑,心思极恐 再有一点,要是细分析起来 更让人毛骨悚人 这大法师巴汉格隆啊 从草原来到北京 第一个投奔的就是三阿哥印旨 也就是说这巴汉格隆会掩镇之术 后来又投奔了皇长子印旨 这些个事啊,他早就知道 攥在手里啊 就是想到关键的时候憋一个王炸 所以说他这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是一点都没委屈他 三阿哥这一生中的不幸啊 很多次啊,都跟一个人有关系 有人说是雍正吗 不是,就是那个大家都熟悉的 十三爷遗亲王印祥 来了啊,咱们可是九子夺嫡当中 第一次提到印祥 康熙三十七年 那年可是这三阿哥的好年头 就在三月份的时候 三阿哥被禁封为成郡王 可是啊,转过年来的九月份 倒霉事就来了 哎,说起来啊,他也算是活该 康熙皇帝的爱妃,敏妃娘娘 驾崩了 就在这些皇子啊 手丧还不到摆着的头上 不知道这三阿哥成郡王怎么想的 他把头剃了 哎,他这个剃头啊 可不是全剃了准备出家 他是那个清朝那规矩 发型定顶中原 他就把前面的月亮门剃干净 也不知怎么着呀 这做事不密 这事就传到了康熙皇帝的耳朵里 这康熙皇帝听到这事这个气呀 这老黄就琢磨了 你说这要是换一个平时不学无术的阿哥 也就罢了 你这老三不能说是满腹经轮吧 也得说是学腹武车呀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不敬不孝的事情呢 消觉 一下子呀 就把这三阿哥从原来的成郡王降成了贝了 有人说这里边没十三爷什么事 您不知道我这敏妃娘娘啊 就是这十三爷的亲恶娘 也就是说在康熙三十八年 这十三阿哥就和这三爷印旨啊 有如母之恨 这三十八年的仇啊 是两个人刚刚开始 转眼呀 就到了康熙五十一年 这会儿的太子啊 已然二次被废 被永远圈禁 因为有第一次举报这个大阿哥 掩真太子这件事有功 这会儿的三爷印旨啊 不但没受到太子一党的牵连 反而啊 进封为了亲王 这老十三呢 表面上可就不如三爷了 受到了废太子的牵连 老十三啊 现在依然是什么爵位也没有 还是个平头阿哥 可是这老十三干了一件大事 他把太子一党的残余势力 全部的拉拢了过来 投靠了四爷印针 成亲王 心里明镜似的 这老十三不能把这些人留给他 但是这拦不住他生气呀 这件事情啊 咱们到疑亲王那段书里 咱们再细说 这老十三和雍正皇帝 好到什么份上啊 我想在这不用我多交代 大伙全都知道 您想这成亲王 到了雍正年 他能好的着吗 虽然这三哥印旨啊 是众兄弟当中 第一个给雍正皇帝 行跪拜大礼的 但是随着雍正年的到来啊 也没耽误这位王爷倒霉起手 这雍正皇帝刚登基 就以云旨与太子肃亲木 为理由 让成亲王印旨去警灵 为爸爸守灵 顺便呀反省一下自己的过错 那么自然呢 三二个手里边经办的 所有国有文化工程啊 下马的下马 换人的换人 这印旨啊 只能一头扎进尊化皇陵 马来月 到那儿啊 给爸爸看坟 这书啊 是别编了 哎 只能啊 没事骑着马 打打猎什么的 可是谁想啊 这倒霉的事 他又来了 雍正六年的六月份 因为六年前的一个遗案 牵扯到了成亲王印旨 皇帝的十七弟云里 奉命彻查此事 老十七找到老三 一问这事啊 这三爷立刻就急了 他说 云里呀云里 你这是戒了谁的事了 你以为我就是你的哥哥吗 当今皇上也是我的弟弟 我也是他的哥哥 谁不应该给我留点面子呀 这本来啊 就是六年前的遗案 今天你们又找到我 这算什么意思呀 欺负人 你们这是没头了呀 这下痛快了 成亲王充分展示了他 骂人一门灵的本事 可是他不知道 这祸事啊 紧跟着也来了 这云里来查他 能是云里自个儿的主意吗 那一定是有后窗啊 这后窗啊 就是朝中重臣 遗亲王十三爷印祥 于是就向雍正皇帝告发 印旨自称皇帝之兄 狂肆旺大 并痛斥办理公务之王大臣 请赤下宗人府 严加益处 得亲王变郡王了 还好啊 没过多少天 这皇帝为了写大义绝密录 衬衬解儿 好让这天下人都知道啊 他对自己的兄弟们还算不错 就刷在手 恢复了三爷云旨的亲王爵位 可是啊 还不到两年呢 哎 这常务父皇帝 宜亲王 印祥 轰事了 您能想象得出啊 这皇帝有多伤心 可是就在这当晚啊 这陈亲王云旨 在给这夷亲王治丧期间啊 不但没表现出任何难过哀悼之情 还见天的呀 迟到早退的 本来啊 皇上他不知道 可是这里有小人呢 这陨路啊 就偷偷的向皇上弹劾了他的三哥云旨 雍正皇帝本来就不待见这个三哥 这下钻住了一个大刀把子 干脆就把这三哥云旨啊 一下子消绝了 隔去亲王爵位 圈进于景山永安亭 有很多朋友聊到这都说呀 这雍正皇帝太狠了 把自个的哥哥圈进在亭子里 这可是够残忍的 这亭子这四眠透风 是不是 东凉下暖的啊 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不是啊 这永安亭啊 现在没有了 原来呀 在这个景山的西北角上 是一个小院 不是就是单独一个亭子 那么简单 书至此处 三二个云旨的一生啊 也快到头了 雍正十年润五月十九日 云旨病逝于景山幽所当中 在黄泉路上 这三叶也不算孤单 他的五弟 恒亲王云旗 也是那天轰逝的 这雍正皇帝啊 多少给这位三哥还留点面子 最后是以郡王里安葬 就葬在今天的平谷区 不过呀 这原秦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拜拜